好,下面来说一下今天我们要学东西 今天呢,主要是带大家去认识LoloJS 安装以及使用它常用的模块 最终呢,我们构建一个HTP服务器 来完成留言板案例 这是我们今天的教学目标 单个点就是说 第一个,你要知道什么是LoloJS 有什么作用,好处是什么 然后呢,我们就要能够写它的demo 会写demo之后呢,我们要知道 LoloJS中模块的概念,模块的作用 好,知道概念和作用之后 我们就来学单个模块 爱个学习,就是最多的四大模块 而这个学好了之后呢 然后呢,我们就去写Andy 在写Andy的过程中呢,会涉及到这些知识点 关于HTP请求的 怎么发动GET,怎么发动Port的请求 这是我们单个教学目标 最终呢,就是核心点 会涌落到JS 能够完成留言板案例 这是我们今天的教学目标 好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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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